1.早餐 3.早餐 5.早餐 9.早餐 哈囉各位大家好 我是愉帆安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現在要做一個 教大家用這個粥好豬的這個 放這樣肉跟這個 鬆板肉,一個臉頰一個頸部 這兩片肉就是 夠嫩,特別棒的肉 很好吃 所以应该做 我就教你们做一个美国的香料 这个BBQ的一个spice 哦 对我没力助手 可以放开 所以是直接放开 所以我用这边有几个香料 第一个是 是Agrica 这个是我有自己熏过的 哦自己熏过 你是用樱桃木去熏 对 卡燕就是卡燕 卡燕很脆辣哦 然后这个是洋葱粉 哦你在教大家如何配这个BBQ的东西 哇哦连我都不浇了 这个是大蒜粉 哦这个是台湾的红酒 好东西 就这样的话我就全部要把它放进去 这个是一个tispoon 对 一半 有小孩的话你要特别注意 卡燕的辣椒非常辣 非常辣 我们的猪油 变凉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昨天这个BBQ 今天那么凉哦 就是它会变成比较固态状了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猪油里面其实有39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原料 就是它的成分是跟橄榄油一样的 但是它也有饱和脂肪酸去保护它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完全固态状的 尤其是救好猪的那块最棒最棒的中板油 取下来的时候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油跟橄榄油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你们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对它们误解很深 让它猪油在上面涂在这个肉上面 对 就是有两个名义 第一家的话就是你烤的时候 它是它这个油很香嘛 它会这个肉会吃比较沫 更多汁是不是 然后我加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将我撒这种 香道上去的它比较黏 也可以用奶油吗 奶油也可以 也可以用奶油 我觉得猪肉的话猪油比较 猪油最好的 然后我们天天自然的猪油更好 对 就这样子就这样撒 因为在美国这个东西叫rub 就是rub 就是它就是会按摩进去的 按摩进去的 嗯嗯嗯 然后再翻过来吗 对 现在就这样嘛 就是已经 已经 补好了 放在鸡架锅里面 两片可以吗 那它们有小烤箱也可以吗 小烤箱也可以 210 210度 你大概要烤多久 我们这个的话 我发现差不多12分钟 12分钟 你是架起来的吗 对不对 架起来 所以下面也是会 也是会酥 这个后要休息 有透明的 在那里可以把它盖 盖起来 哦 这样不会凉 不会凉 这个是12分钟 这个 这应该我第一次吃西式的 很好吃 嗯 它很脆脆的 这个肉的口感 因为这条纹就是这样嘛 要这样切 那时候我要买 给妈妈这个松柏肉跟双酱肉 他说不要 不要 硬死了 那我想说 因为他不会做 就后来David回来做给他吃 那天 我好不好吃 很好吃 很脆呀 我教的话 那同样的肉吗 我觉得像做 那一片的话 应该是两元可以 嗯 烤啊就是 然后就是配其他的沙拉 其他的青菜 青菜啊 嗯 要再吃口供才可以吃 蛋糕 嗯 嗯 他们的蛋糕 那你都知道 就是看起来没有黑黑的 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 没有巧克力的东西 所以他那时候拿给我的时候 我是 我是被逼迫的吃的 但是我跟你说 我吃的时候 是非常surprise David其实也不太喜欢 吃水果类的 呃蛋糕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吃的时候 我们两个互看一眼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个是 他们的这个 英伦橙香蛋糕 其实 呃 他是用天然 鲜榨的 这个橙汁去做 所以 很香 这他 让我们回想起 哦 原来不用香料做的 蛋糕味道是这样 嗯 真的非常非常棒 真正的 呃 这个 橘子皮的颗粒在上面 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 你看哦 他们的蛋糕来自这样 所以你非常好 放在冰箱里面 你想说 宇帆你不卖淀粉则已 一卖淀粉 就叫我们买这么多淀粉吗 好 他们都是可以直接放在 呃 冰箱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示范给你们 看我们都怎么吃的 因为其实 大家都可以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 这个 蛋糕还有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 他是用杏仁粉去做的 嗯 那用杏仁粉做的 不是用面粉哦 用杏仁粉做的蛋糕 可以这么蓬松 嗯 真的是超棒 这是我第一 第二次吃到就是用杏仁粉 做的这个甜点 我喜欢 或是没有面粉 做的甜点 因为第一个是上一次隔离的时候 这个 宜珍 宜珍做的 宜珍做的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好吃 非常好吃 对 所以这是呃 这个在这一箱里面有两两个 两个 然后 这一个是呃 维也纳 苹果蛋糕 这也超棒 这个这个里面呢 有Custard 我不知道有Custard 卡士达 有卡士达 然后他有派皮 所以他派皮在下面 中间卡士达 然后上面有杏仁片 你可以想象 这个口感的差别吗 就是他非常丰富的口感 他是有脆脆的东西 然后有有 绵软的东西 然后最下面也有酥酥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这个 维也纳 然后他用的那个 呃 苹果 那个苹果颗粒 真是多到一个不行 我想说你们 呃 到底有没有在考虑成本 啊 其实这个是维也纳 呃 苹果蛋糕 这个是 英伦丛香蛋糕 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蛋糕怎么分享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蛋糕 分享起来很简单 我们蛋糕就是切 像九宫格这样子切 九宫格 你看它很松软 这个是杏仁粉做的 好 九宫格这样切 然后这样的话 就大家都可以吃不同的口味 好 所以刚刚那个是我切的那个是 呃 那个 香橙蛋糕 对这我们很喜欢 这个 这个 鱼子的味道啊 真的是很清香 真的很清香 我我我我 我要 confess 怎么样 呃 我要自首 告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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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我在美国的话 以前就跑出差嘛 我每一次在 在这个 哦 讲到出差要做事了 没有 我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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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场的时候 要买一杯的这个 swarbucks的这个 americano 然后它有这个 柠檬的这个 蛋糕 嗯嗯 柠檬蛋糕这个 爱心 嗯嗯 这个的话吃起来比那个还好吃 然后就 但是这不是面粉 哦 总结的这个 哦 所以你每次喝咖啡都有吃甜点 哦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我 为什么你肚子大呢 哈哈 why 所以 这个会比那个更好吃 然后就是 可是它又是健康 又健康 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很好吃 这个 这个苹果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苹果派 但是我觉得这比苹果派更好吃 因为它又有派皮 又有cluster 然后又有杏仁片 所以特别好吃 哇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 弄的这个 这个 天然自然的 冷泡咖啡 我们预定是在 明年的时候 会有新口味 呃 除 上市 芸包装 也有新包装哦 嗯 这好香 为什么很香呢 因为这里面奶 好多种奶 真的超棒啊 我的皮肚好吃 这个皮肚好吃 皮肚好吃